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 香葱千层饼发面的啊 全过程全教程 大家仔细看手法啊 取一块面剂子 然后把这四周都给往中间遮一下 仔细看手法啊 然后给它揉成一个长条 揉的时候一定要揉上劲啊 揉上劲 揉上劲以后咱那个做出来的那个饼层次好 然后给它来点薄面 下面注意看手法啊 咱给它擀开 擀开的时候呢 一定要往两头擀 擀的薄一点 不要说很宽 宽度很宽了没有用 然后那个还反而 做出来的饼那个层次 没有这个薄了 然后往两头擀 擀的特别长 这个做出来层次就好 今天咱做一个香葱的 擀的时候这个剂子一定要擀均匀 擀均匀 出来那个层以后 它那个层是一层一层的 特别的均匀 如果说你一边薄一边厚的话 那做出来的层次也不均匀 然后咱给它刷点那个食用油 普通的食用油就可以 咱们家里自己吃的食用油就可以 然后来点盐 盐撒匀了 要不然吃一口咸 吃一口不咸的 那样口味就不好了 然后重点来了啊 撒点干面 有助于起层的干面 提前切好的香葱 给它均匀的抹到上面 香葱一定要切的小一点 如果切太大了的话 一会儿那个饼 咱一擀的时候 那个层次都给割破了 然后就不出层了 香葱一定要切的小一点 然后咱通一头 给它卷起来 主要的是看收口的时候 收口的时候 两边口一定要收紧 一定要收紧 让它不漏气 那个层次才能鼓起来 里边的层才能保留的好 咱醒一下 醒一分钟 开始擀 擀的时候 我以前也讲过 力度一定要均匀 不要说使太大的力 你就是须着那个劲儿擀 然后咱这个是擀两面的 给它翻一个个 再继续擀 擀到差不多和锅一样大的时候 就可以了 走 马上上锅 摔一下上面那个不面 这样的饼特别好 重点来了啊 发面饼上面喷水 撒点撒点那个芝麻 这个喷水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为了让它把芝麻沾上 还有一个就是 喷水发面以后 烙出来以后特别松软 它因为有那个水 一盖锅的时候 它里边有蒸汽 然后那个特别软 这个也是关键 盖锅三分钟 就可以刷油 这个时候颜色就已经出来了 香味也出来了 香葱的那个味道 特别浓 刷油的时候 咱一定要给它刷均匀了 一个刷油 一个是颜色也好看 口味也好 还有一个就是把里边的那个水分锁住了 让它更加的松软 两面都给它刷的均匀一点 这是一个香葱千层发面饼 看看成品出锅了 香喷喷的千层饼 有喜欢面食的啊 可以关注一下饼梅 我只要有时间 我就给大家发一些好作品 然后叫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一些 有喜欢吃的给饼梅点点关注 有什么不懂的大家可以评论出来 然后我只要有时间的话 我就会给大家分享啊 谢谢啊